动区动区的粉丝们大家好 Near是一个Near的一个中国开发者社区 培养一些中国的一些开发者的人才 然后去推动Near的一些中国的项目去落地 其实我在2016年的时候 就加入了Enchant 去负责法链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落地 那Enchant呢 它是Near的创始人达红飞 去创办了一家盈利性的一个公司 去提供区块链的一个解决方案 后来我发现就是 在区块链的发展的这个过程中 可能联盟链并不是一个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还在于公链这里 而Near是一个公链的一个平台 那同时呢 在Near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海外的很多的开发者 那去为Near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促进了这个生态的发展 比如COJ那他们做了很多非常棒的一些个工作 但在这里面缺少了一些个中国开发者的身影 那可能是因为这个语言文化沟通方式的差异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就是弥补这个中国开发者 这个在Near的生态里面的一些个短板 不管是非盈利的也好 盈利性的也好 整个Near生态当中的一些个基础性的设施 如果说没有人去做 那我们就会考虑去完善这一部分 比方说在非盈利的部分 我们有提供一个C-Sharp版的Near的API 有提供TypeScript版本的Near的API 那在盈利性的项目这块的话 我们一个是通过一个牛顿硬件钱包 解决钱包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牛顿硬件钱包 我们已经和COC的他们开发的 这个NewLink的一个浏览器扩展的钱包 已经打通了 我们还去会解决这个区块链 Near的平台的一个应用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Near Name Service 这样的一个项目 那能够将一个短小的一个英文单词 映示到一个地址上来去解决一个 转账的时候 这个区块链地址不好记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有两个 那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区块链 它的人才 开发者的人才还是比较少的 因为New现在还是需要很多完善的地方 那就是它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缺少很多工具 因为区块链上的开发 它和我们传统的这个互联网 这个IT这些个技术的开发不一样 因为很多时候 当你去写一个传统软件的时候 你可能调用一个这个数学库 你就解决一个复杂计算问题 但是你在区块链上面的话 你就要自己去实现 这样一个数学计算的一个过程 那这就要对于编程人员来说 它就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计算机原理 以及算法以及数学的一个基础 它需要知道怎么样来在计算机上面 去实现一个基础的一个运算 这可能跟一般的这个编程人员去调用一些个数学库 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第二个那就是这个合规性的一个问题 很多国家它对于区块链的态度并不友好 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开发者 那中国的政策对于区块链来说并不友好 所以这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两个问题 那我们会做这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线上的一个社群 那在这个社群里面大家都可以来提问 我们会回答就线上的一个问答 那第二个我们会有一些 我们会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以及海外的这个Media这样的一个博客 会去写一些个技术介绍的一个文章 那第三个的话我们会去组织一些 线上要线下的一个培训的一个课程 那在这个社区底下的有些的项目可能会去做ICU 那这个ICU的时候我们会去遵守中国的一个法律政策 比方说不会面向中国国内的人去做ICU ICU的发行方它不是一个国内的一个机构 而是一个海外的一个非盈利的一个基金会 我认为区块链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技术 它独特的在哪里呢 就是所有的技术都在追求效率 只有区块链在追求公平 追求效率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它就会造成一个贫富差距的一个拉大 尤其是当人工智能技术出现之后 它会造成就是这些个拥有技术的人和不拥有技术的人 他们之间的一个差距会非常非常大 怎么样让这些个技术的发展能够汇集到大多数的这些人呢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去追求公平的需要一个追求去中心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对于它的一个发展来说的话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一个渐进的一个发展方式 那很多项目他们现在他们希望去用区块链去解决一些个就非常复杂的一些个问题 但实际上可能还不合适 就是区块链现在还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 这个早期早期到哪里就是区块链本身还有一些个问题需要解决 尤其是它的执行的这个性能方面 它需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它才能够支撑起很多的应用 同时呢 它还需要很多的一些个辅助的这个系统 那比方说这个身份认证啊等等等等 它才能够具体的去应用到很多个传统的这些个领域里面 不是去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你想存什么就存什么 想计算什么就计算什么 不是的 因为它的计算存储成本是非常高的 它只能来做最有价值的事情 就是金融 它是一个金融基础设施 基础之上 然后我们再来构建整个完整的一个价值互联网 那这上层可能有云计算技术 分布式云计算 分布式云存储 再在上层有这个分布式应用等等等等 所以你需要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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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构建它 是一个渐进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这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有些人说它是一个泡沫 有些人说它就根本完全没有什么用 但是刚才我也讲过了 就是这个区块链这个所有的技术都在追求效率 只有区块链在追求公平 很感谢就是在这个阶段 那尤其是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未成熟之前 那区块链技术就出现了 那有很多个人在参与进来 让这个网络更加的强大 更加的不可摧毁 有价值观的 有信仰的这些开发者 他们能够去为了自己的一个价值观 为了自己的一个信仰去努力 我觉得就是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好 就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 感谢大家